畫面中可以看到身穿藍衣外套 男子就站在路旁 那麼警方看到也火速上前藍茶 原來他是駕鞭集團派來車手 但也看一段現場情形 好那這名車手 當場被逮措手不及 連反應的時間也沒有 這事發就在30號下午2點多 據了解 原來是71歲 陳姓男子疑似遭詐騙集團化身女王 又畫術詐騙 一開始先要他匯款30萬元投資 隨後又要80萬來當作投資的信用金 實在太奇怪了 那麼警方獲報呢 也和這名陳姓男子前往鳳山 一處約定的面交地點來設局埋伏 才順利抓到這名車手 讓陳姓男子成功守住錢財